好 蘋果執行長庫克日前前往上海 跟中國男星鄭凱來了一場上海日遊 疑似就是為了今天開幕的 上海蘋果旗艦店先預作準備 畢竟呢 中國的蘋果銷量持續的下滑 這回庫克出手是資金台幣3.7億元 在上海打造旗艦店 每個細節都精心設計 可見庫克想要挽救中國蘋果市場的決心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